大明的遗憾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带着朱元璋穿越后市而去 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 老四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孙子 给朕跪下 赵小子你继续说 这群小太监最终怎么给大明造成危害了 其实如果仅仅是教太监读书 也就算了 可是这太监会读书写字了之后 等同于扫除了他们 参政乱政的最后一道屏障 而偏偏你为了自己减轻压力 赋予了太监批红权 你用太监来制衡朝堂 因为你有威望 有手段所以不管是太监还是朝臣 最终形成了平衡 而你的皇权永远凌驾他们之上 可惜你开了个头 而你的后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拥有了批红权的太监 开始制霸朝堂 明朝后面可是出现了不少权力滔天的大太监 甚至连内阁老都需要看他们的脸色 其中一个更是被称9900岁 好狂妄的太监 跟咱不就只差一个名头了 老四你今天别拦着咱 咱今天必须打死这个混账东西 老朱你急什么啊 再好的政策也要看是谁去执行 不是我说 明朝后期有不少皇帝 单纯是个人能力出了问题 也不能全部怪在制度上 不是你小子 怎么还帮他说话呢 客观来说 这太监的批红权 虽然是宣德皇帝赋予太监的 但那是因为宣德皇帝有能力有把握 控制住这帮宦官 后世对于宣德皇帝的功绩 还是十分认可的 并且称呼 他为六边形战士 认为宣德皇帝 是个没有什么太大短板的皇帝 可惜再位十年便驾崩了 这是为何 瞻鸡为什么会早逝 他的身体一向不错 而且正从瞻鸡又年起 便待在身边培养 在军中更是让瞻鸡与将士们一起操练 他不该会英年早逝的 爷爷没事的 这一切不是还没有发生吗 就是啊 老四 咱跟赵小子接下来了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娘都能治好 高齿跟瞻鸡 也一定没有问题的 指数上对于宣宗的死记录 也并不详细 具体原因也未知 不过后世猜测死因 或是服用金丹 或是操劳多度 亦可能是宣宗年轻时 在战场上受伤 并未养好身体 曾经往后 宫中不允许再出现金丹 你跟你爹 谁若是再敢吃镇 就打断他的腿 永乐陛下放心吧 后世的医疗水平很高 定能医治他们病的 爹 你听到刚刚赵先生说的了吗 瞻鸡可是号称全能的皇帝啊 我是真心为他骄傲 所以就算朱瞻鸡 把自己的亲叔叔考了 你也为他感到骄傲吗 这 这什么意思啊 你刚刚不是说老大登基后 原谅了老二吗 人宗朱高赤是原谅了汉王 但是宣宗朱瞻鸡没有原谅啊 虽然其中也有汉王的旧游自取 不过汉王最终被朱瞻鸡用铜钢罩住 然后用炭火活活地烤死了 朱蒂因为自己发动静男之意 一直都担心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可没有想到最终最不想见到的 还是发生了 你 你 爷爷 这 这与我无关啊 那是未来的我啊 再说赵先生也说了 二叔那是旧游自取啊 我虽然不喜欢二叔 可是我顾及到爷爷绝对不会轻易下手的 肯定是二叔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我才会忍不住动手的 老四啊老四 这说到底一切都是因为你戴坏了头 赵先生可否详细说说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朱高旭在乐安谋反被囚禁 但是一直都不思悔改 明宣宗朱瞻鸡也经常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旭 可朱高旭一直都对朱瞻鸡感到不满 甚至觉得被囚禁是对他的羞辱 故此有一次故意伸腿 把朱瞻鸡扮倒了 要知道那时候的朱瞻鸡可是皇帝 他肯定也要面子啊 被朱高旭这般羞辱朱瞻鸡 一怒之下直接命人 把朱高旭放在缸里烤死了 毕竟本质上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扫孽啊 老四趁着这一切还没有发生 还是有机会避免的吗 说到底这一切 其实跟永乐皇帝你老人家也脱不了干系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不知道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家人流血 可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因为汉王对于皇位有了执念 而恰恰这执念是您给的 若不是你自小就对汉王的偏爱 若不是你跟汉王说 太子多病如当勉励之 汉王又起会对皇位这般执着 的确是我的错 可如今老二的野心已经起了 再想要压下去恐怕不容易 老二虽然拒我 可我多次警告老二从没有放在心上 对于这件事情 我如今也是感到有些棘手 老四啊老四 长哥说你乃是我大明唯一一个可以跟咱比肩的皇帝 咱对你还颇有期望 可现在看看你老四也没有什么长进 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 你看看咱手下的儿子 哪一个不是对咱服服帖帖的 怎么可能有你这样的烦导 爹当然是最厉害的 要不然怎么会我是儿子呢 这样吧咱来帮你管教定能让他服服帖帖的 来人去把老大老二老三叫过来 门外的侍卫第一时间就去把这三人传唤了过来 三人在大殿门口相遇 朱高旭大步走到朱高赤的面前问道 老大你知道咱爹召见我们是什么事情吗 难不成是关于北征的事情 应该不是吧 不过老二如今曹堂上都在反对北征 你想想办法劝劝咱爹 如今将士疲惫国库空虚 并不是北征的好时候啊 况且咱爹那身体该好好的休养了 我凭什么帮你劝他 我自己都想领兵出征呢 老二你不能这么想啊 北征并不是小事 也要考虑国库的压力 还有曹中文武的情绪啊 二你什么地方 我自己都想领兵出